为了强化各学系学生的向心力 培养跨界合作能力 护理学院特别为大一新生举办爱的发电活动 就分组体验飞轮发电 让学生认识不同学系的朋友 活动是爱的发电 主要就是让新生一年级的学生 整个学院里面包括四个科系 让学生们彼此认识 然后呢我们会组队去发电比赛 然后让彼此认识 希望在以后这四年里面 都可以在大业里面成长 享受大学的生活 云建系主任蔡孟俊文指出 活力与爱发健康传电 创业竞赛结合了护理学院四个学系 以健康活力热情与爱为主题 鼓励新生体验并实践绿色永续的健康生活 在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除了要让新生 借有这样的联谊的活动 来了解各系不同的特色之外 那我们也想要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整个学院的相信力增加 四光学系每年的新生 大概50位左右 那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绿色校园 那其实学生进来之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借用这样的一个环境 来临近学生的相信力 那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 那护理是一个非常强调 还有团队合作的一个科系 那我们透过跟我们医护相关的一个科系整合的合作 做一些有益的活动 也希望透过彼此之间的一些了解跟运作跟合作 能对回馈社会做一些有贡献的事情 那基本上现在参与都是一年级啦 很多这种观念的培养的互动的都需要从一年级开始出发做一些培养 我们医工是比较偏向在工程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飞轮发电里面我们就负责怎样做系统的一个整合 然后怎样把电跟结构 还有我们的飞轮的传动的部分做整合起来 让我们的学生在教育上面可以学以自用 那这次的活动我觉得很有趣很多元 对 可以认识不同系的人 然后我觉得有助于融合我们在学校 目前就是一个交际生活 同学表示谢谢学院规划这次的活动 让大家认识到不同学系的朋友 也拓展了人际的面相 收拾就参放就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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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就参放就卸仔